当然有前途了 啥 金钱的钱 好 我讲点实在的 就说应届毕业生工资的起薪 每个月1万是有的 如果是一家红圈货的顶级所 两三万的也有 年薪在15到40不等 确实也还不错 当然 一分钱一分货 这工作量也不是盖的 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 电脑根本不能离身 哪去哪扛着 就像是剑客的配件一样 随时掏出来 准备战斗 就周末去看个电影 电脑也得扛着 当然我们讲前途 也不光是看工资 做资本市场律师 还有一点好 就是打交道的人 都是一些大企业的老板 或者高管 其中步伐很多 都是身价过亿的 说实话 如果不是做资本市场业务 平常他们哪有空 和咱老坑呢 呸 接受咨询 所以你的认知和经验 会蹭蹭蹭的往上提 这为啥呢 如果不提 你也没法和人家聊天不是 更何况 还要帮他们解决问题了 这压力大不大呢 当然大了 刚入行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喝个傻子似的 这法律是懂 但人家可以聊行业 聊商业 聊资本 聊金融 聊人情事故 你说能够蒙吗 但几十个上百个聊下来 那也能 有人有余了 像我这些年 做了估计有上百个 投资并工项目 各个行业 各种企业规模的 我觉得和公司相比 这些经历 才是我们最大的前途 也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 去了解商业的本质 去了解资本 去了解规则 进而去探索这个世界 你会发现 资本市场这个方向太香了 那我要是 就是想赚大钱呢 你说 天天和老板资本打交道了 那赚钱 那就是圣诞手的事吗 当然 咱也不是说诉讼率是不好 说实话 诉讼业务确实比飞速业务有意思 开庭的时候 庄方 你来我往唇枪舌战 对抗感十足 如果官司打零了 那成就感爆横啊 而飞速则是 天天就对着一堆文件 也确实很多人说了 资本市场律师太无聊了 一个协议一百多页 给我改 也确实 但是做久了 你就会发现 这个合同一旦看多了 一个上百页的投资协议 放在你面前 你闭着眼 都知道它哪一条写了啥 劈里啪啦一顿改 帮客户竟是几百上千万 那种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的成就感 爽 所以你们觉得 做资本市场律师 有前途吗 欢迎在我评论区里留言 好了 这一期到这里了 关注侯律师 带你了解更多 资本市场律师的日常